七朵花的成员宅宅在日前逝世 享年35岁 让不少粉丝感到相当惋惜 私家属举行告别式 七朵花也特别致赠花篮 陈强恩其实在宅宅离世时 就有发文写下 永远记得你 永远爱你 但隔天就立马删除 似乎是因为家人那边 没有想公开这件事 而告别式当天 她仍在横店拍戏 所以也由老公曾为昌 代表出席致哀 而在四日晚 尖赖维如也不舍发文写下 七朵花认识快二十个年头 我们一起经历了许多风风雨雨 一起哭一起笑 每次聚在一起 太多回忆讲不完 是难能可贵的姐妹情 从没想到你会最早离开我们 也表示自己再舍不得 也是要接受这个事实 相信宅宅会在天上 当个快乐的天使 得到自己的节目 没有 他们很不肯鲜 在这篇时 收藏 不肯鱼 很不肯鱼 感谢观看